这个炮箱只有心思纯洁的人才能打开 最近一年十大宝藏游戏期间 距离上次推荐游戏已经过去了好久 虽然今年也有出现像龙之信条2 幻熟帕鲁 Hell Divers 2这些人气比较高的游戏 但整体来看 真不是我不想 是手牌实在太小 我不好意思拿出来 不过今天我终于凑出一套十大必玩游戏了 我发誓 每个都是我在过去一年里精挑细选的上乘之作 绝对是必玩的水平 而且每个都能立即玩到 现在就享受 第十名就很重磅 胜兽之王 奥丁领域和十三鸡兵的开发商香草舍 这次又挑战了一个全新的游戏类型 策略RPG 第一次做就命中靶心 如果你不反感这个类型的话 它甚至可能是今年最适合在Switch上玩的游戏 圣兽之王的故事设定是非常复古的王子复仇记 职业设定也是那些重装骑士什么的 都和火焰文章很像 它做的最好的地方就是 几乎所有系统都是在火焰文章的基础上做加法 而且它也继承了香草舍非常独特的美丽2D手绘画风 角色 场景 动作的小细节 还有一场Q弹的实物动画 真秀色可餐 上了战场气氛就不一样了 最多5人一组的小队及时战术 不同职业之间有很鲜明的相互克制 战斗也不是回合制 而是自动战斗 玩起来有点像是在编程一个脚本 挺有意思的 每个角色都可以设置出招逻辑 战斗开始 小队就会按照你边的战斗算法按顺序执行 你可以观看战斗过程 看哪里有优化的空间 配合丰富的战场设计 紧凑的资源管理 和非常丰富的养成系统 让《圣兽之王》成为一个非常耐玩的SRPG 喜欢火焰文章或者香草舍的朋友 绝对不能错过 第9名 波斯王子 失落王冠 坏消息是 这是一个玉璧的游戏 好消息是 这不是做3A的那个玉璧哦 是做雷曼的玉璧蒙比利埃 他们把《波斯王子》这个历史悠久的IP 变成了一个《类影和战士惡魔城》游戏 竟然做的还挺扎实的 这次你要扮演的 并不是波斯王子 而是一个战士 要去拯救被绑架的王子 我觉得游戏应该改名叫做 《波斯王冠 失落王子》 整个画面 不论是演出还是背景 还是角色动画动作 看着都挺赏心悦目的 至于玩法 失落王冠从优秀前辈身上 抄了不少作业 护服装备 休息点 还有这些 这些 这些 都特别像空洞骑士 最重要的关卡设计 也学到了精髓 平台跳跃的挑战都很有趣 不断解锁的新移动能力 也能带来很自由的解放感 而且很多机关和能力 还结合了《波斯王子》系列传统的时间主题 比如可以凝固自己过去的分身 凭空制造平台等等 能力一多 要想用好还是挺有挑战性的 整个游戏即使没有什么前无古人的设计 也不影响失落王冠成为一个很好玩的银河城游戏 而且我们又没有四只鸽可以玩 十只鸽还是可以错过一下的嘛 第八名 庄园领主 这是一个非常大杂烩的城市建造游戏 不仅能建造 还能打仗 你可以培养自己的军队 抵御侵略者 或者主动出击抢夺地盘 当然也可以像我这样 选择一个不一定需要打仗的配置 好好种田 经营 在自己的领土上做大做强 庄园领主的建造部分 系统做得非常丰富 你不仅需要管理人口 牲畜 分配工作 考虑季节天气 食物燃料 规划城市 满足村民需求 升级房屋 还需要管理物流和环保问题 一边砍树 一边也要建护林园小屋去种树 这样才能可持续发展 这个游戏一旦开完 游戏时间可以拉到非常长 而且越玩越复杂 因为要管理的事情会越来越多 游戏还有一个很有趣的地方 它可以把视角拉到这么近 随意旋转着观察村民的生活 和房屋从屋到有的过程 还能带入我的领主角色 微服私房 每当我把游戏调成正常速度 欣赏我的领土 我都很难以相信 这个看起来已经逼近3A水平的游戏 竟然他 ***是一个人做的 我要打十个 这一整套纠集过家家的想法 怕不是从小时候就开始谋划了吧 太厉害了 游戏现在呢还在EA阶段 教程指引不是很清晰 也有很多欠打磨的地方 但真的是未来可期 我的黑眼圈已经准备好了 第七名 宿命残想 这并不是一个新游戏 但我之前没有听任何身边的人提起过 那这就等于是一个新游戏 不是 这么好的游戏如果没有人知道 那真的太可惜了 除了几个很不重要的瑕疵 我觉得它几乎是一个完美的JRPG 为什么这么说呢 我简单讲两句啊 不多的不赞用大家时间啊 就以下八个点 第一个 宿命残想完全删除了经验值和升级的设计 二 每一场战斗的结束 每一场哦 游戏都会复活你的所有队员 恢复全部HP MP 三 鸣雷 而且撤退成功率百分百 四 游戏没有任何重复跑队讨伐支线任务 五 战斗中有一个独特的超载和过热系统 调节战斗的节奏 六 它甚至能开高达 高达竟然还有自己的一套战斗系统 啊 提斯子有六个点啊 几乎每一点都是传统JRPG最让人不爽的地方 它全都给改了 真的很大胆 很现代 于是 宿命残想就变得像一个现代的动作游戏一样快乐 没有任何给玩家使绊子的地方 只需要考虑战术 不用考虑后勤 就像吃小龙虾不用锅 纯肉 而且它的故事甚至比它的gameplay还要好 游戏很多地方都会巧妙利用你对传统JRPG套路的熟悉 来频繁反转颠覆你的预期 每一次揭示更多悬疑 我都会自动收起小桌板调值做以靠背 起飞 场景设计 音乐 探索 还有配装build 这个游戏值得讲的还有很多 但来不及说呢 在这个时代 一大堆致敬经典的JRPG里 宿命残响是我心中毫无悬念的最佳 而且这个游戏竟然也是一个人做的 我要打十个 如果你觉得星之海和八方旅人还不够劲 可以试试这个 第六名 这个游戏简直就是氛围营造和世界设计的教科书啊 没有教学 没有指引 甚至没有语言和文字 一切信息都靠画面和音效传递给玩家 而且就算有语言也描述不了可空里面发生的怪事 实在是太难以形容了 配合上超级神秘又低沉的声音设计 说这个游戏是我经历过最外星的体验也不过分 在这个外星球里 我们通过不断的尝试和每次尝试时周围环境产生的微妙变化 可以理解场景里各种机关难以名状的作用 然后进一步推理运用在未来更复杂的谜题上 这些谜题 我只能够说是 抽象 一开始冒险了很久的沙漠世界 竟然可以跳出来 世界只是一个球 外面还有一层世界 而且这个世界球竟然可以背起来 放在台座上 扔到管子里 用来开启机关 球还能解锁特殊能力用来解谜 当游戏进展到后面 还有更多球 真是天外有天 球外有球啊 多的时候 我一个球里面竟然还套了三个球 进进出出来回穿梭 非常为难我这个三维生物的可怜大脑 但是别误会 口控其实并不难 玩起来还挺chill的 因为你基本只有一条路可以走 只要进入一个场景 身后的道路就会被封锁 不会让你犹豫自己是不是走错了 所有答案一定在眼前 可以坐下来放轻松专心解谜 第五名 哈迪斯2 哈迪斯是我最喜欢的roguelike游戏 这次我也立刻抢先体验了 熟悉的华丽画面和爽快的战斗手感 依旧能立刻让人感到满足 这并不代表Supergiant不思进取 相反他们做了很多大胆的尝试 轻增的法阵是最有意思的 配合各种武器和神的祝福 可以打出很多把敌人一网打尽的新花样 我们需要思考新的战斗思路了 还有一大亮点就是游戏的内容直接翻倍 这回的主角是名副公主莫里诺厄 她站在三叉路口面对两个选择 每条路都是单独完整的一趟旅程 往下走 祖孙三代争房产 从爷爷时间太坦的手里 夺回父亲哈迪斯的名副 往上走 拯救奥林匹斯山 格局差很大 不过游戏的三观非常正 我们必须要先戴好自己的氧气面罩 才能照顾邻座的小孩 所以我们先夺房产 再去拯救世界 然后就遇到了我非常喜欢的boss 在海底开演唱会的海妖三姐妹 从刚下宫殿开始 就能听到他们遥远模糊的歌声 一路打下去 歌声会越来越清晰嘹亮 到了boss战 歌声配上华丽的战斗 真的诗情话意又酣畅临临 不过并不是每一个改变都是好的 女主是个小女巫嘛 女巫肯定要熬汤的嘛 只不过这汤我熬着没什么意思 我的感觉是星级吃不了热豆腐 游戏内容也并不完整 所以还是等正式版调理好了再玩比较好 第四名 风暴之城 看起来又是一个伐木种田修路盖楼的城市建造游戏 我猜你们已经见过100个了 但你绝对没有见到过Rogelite城市建造游戏 城市建造还能Rog 这是什么邪门外道 玩一把城市就没了 还要重新再来造 这多痛心啊 但是大家仔细想一想 城市建造它最好玩的阶段 难道不就是开场的几个小时吗 一切还没成型 还充满期待 不断发展变化的那个时期 我觉得风暴之城的短命城市并没有那么痛苦 恰恰相反 它完美的浓缩出了每一轮游戏最快乐的开头 而且还洒入了一些随机性 升级解锁的建筑是随机的三选一 这不就是抽卡吗 独特的祖卡Rogelite城市建造 带来一种非常混乱的刺激感 为了酿酒你抽了张酿酒厂 但是你没有古物田也不行 没错 抽建筑它也有combo 风暴之城是你绝对没见过的鬼才游戏 刺激又chill 非常想要凌晨三点还要再来一盘 评分 五颗黑眼圈 第三名 心灵杀手 2 TGA的最佳叙事游戏 去年我错过了推荐它的机会 但它真的非常值得夸一夸 这是一个写得非常好的犯罪悬疑惊悚游戏 双主角 男主是拥有黑暗分身的作家 Alan Wake 女主是FBI探员 Saga Anderson 故事从 剧谱无宗教杀人事件开始 女主通灵探案 男主改写剧本 双线并行 虚构的文艺作品和现实世界 不断交叠互相影响 我平时呢 是非必要不玩恐怖游戏的 但Alan Wake 2 我是心甘情愿背下 甚至有点上瘾 我最喜欢里面真人拍摄的演出和音乐 华丽又迷幻 让真实和虚拟更加难以捉摸 足以搅混任何一颗冷静的大脑 让我沉醉其中备受震撼 玩法上 解谜花样也很多 清零宫殿代入感很强 收集要素也很多 战斗部分 除了重新进入区域会刷新敌人 有点出戏 其他真的已经非常合格了 是一部相当相当优秀的互动电影 好玩 而且今年还会出一个DLC 赶快去玩 第二名 小丑牌 这绝对是今年最让人惊喜 最让人上瘾的游戏了 杀戮坚打之后 这几年的Rogelike卡牌 玩起来都越来越像了 没想到 小丑牌竟然把早就研究烂烂的经典扑克牌 又玩出了新花样 每局开始 都会从牌库里摸出一组牌给你 你有几次出牌和弃牌的机会 每次出牌都会结算一次分数 对子 顺子 铜花这些对应着不同的得分和倍率 如果手牌不理想 也可以选择弃牌 再补牌进来 几次出牌累计的分数超过目标就算过关 获得金币可以用来购买各种卡片 用来变强 要领就是灵活运用Joker牌的各种加成能力 让每次出牌的牌型获得更高的分数 每当我传出新的combo 分数框框涨的时候 我就感觉 嗯 看来我是有真本事的 Joker牌的搭配可以非常逆天 比如这样 在原本的扑克牌里 小丑牌就是百搭牌和王牌 在这个游戏里 Joker牌就要更加千变万化 非常帅气 每次出牌弃牌 升级牌型 购买基础牌 道具牌 Joker牌 甚至是选择消费还是攒钱的这些过程里 我都感觉自己的大脑在飞速运转 仿佛命运是掌握在我自己的手里的 而到Role的时候 我喜欢不去手动计算分数 享受那一丝丝未知和缴线带来的快感 小丑牌的作者是一个ID名叫 Local Funk的小天才 这个游戏还是一个人做的哦 我要打十个 有意思的是 它的灵感并不来自于德扑这样的赌博游戏 而是来自神秘东方爱玩的扑克小游戏 大老二 也叫出大地 小手牌玩法新颖 关卡规则变化很多 策略空间很大 非常耐玩 如果它能出在手机上就好了 我发誓只要再赢一把 就去睡觉 第一名 Animal Well 动物镜 我没有想到 我的年度游戏 就这样不声不响的出现了 它可能是我遇到过 设计最聪明的独立游戏 乍一看 动物镜只是一个像素风银河城游戏 一扮演一个不知道是什么生物的史莱姆小团子 在世界里探索和战斗 战斗 没有战斗 动物镜没有战斗 全靠探索解谜就惊艳全场了 跟Ori那样更贴近真实森林的世界不同 动物镜的地图迷宫 更像是爱丽丝梦游仙境 各种动物生活在一口巨大的水井里 就像一个假想的童话世界 当我摸黑不小心闯入一片新区域 这种小小的意外感都会让我一瞬间兴奋起来 这种感觉不去体验一下真的很难传达出来 我感觉就像是反反复复地在楼梯上踩空 一次次地从高处坠落 但不会受伤 反而会得到梦境般的奇遇 这个奇遇就更加难解释了 我尽力 比如游戏里的道具 你绝对没在其他游戏里见过 悠悠球会下楼梯的弹簧和 飞盘 这些道具的运作方式 既神奇又合理 悠悠球 我当场就变成Kill啊 弹簧可以用来解这样的谜题 而飞盘 遇到很凶的狗狗怎么办 让它掉飞盘啊 而且 在你感觉你已经熟悉它们了以后 游戏还会通过新的谜题设计 让你手里的道具焕发新生 好几个道具 都有奎托斯的斧子和马里奥的帽子 这个等级的泛用性 卧槽 这东西还能这样用 而且这些发现 百分之百一定是在我们没有任何暗示和提示的情况下 自己试错试出来的 我们在动物井里会像动物一样去尝试理解自然 一点点通过触碰和观察 了解我们的道具用法 机关逻辑 小动物们会对什么做出反应 甚至我们整个游戏的最终目标 要去哪 什么会让你死 这些也都是我们通过试验和摸索 一点点弄懂的 当你这个原始人终于开化了一点的时候 一定会有 这是我自己发现的 我真厉害的感觉 这种感觉真的是太太太太棒了 而且谜题也设计的质量过硬 天马行空 我不知道我应该怎么在一个不剧透的情况下 讲出来这种感受 我只能够比喻一下 有些电影是执行很扎实 故事和角色很棒 但有些电影呢 就像是idea的不断狂欢 看的时候你只能无能赞叹 还能这样 这也行 我去 还能这样拍 动物景就是这样一个游戏 真的是一个 一言难尽的游戏 更有趣的是 这个庞大丰富漂亮的银河城游戏 占硬盘空间只有33兆 推送的补丁更新 每次只有几K 而他的开发者竟然又是一个人 名字叫 Billy Bessel 动物景这个游戏 从关卡 音乐 美术 甚至丛林开发的引擎 都是Billy一个人报办的 竟然还没有任何bug性能问题 难以置信 如果年度游戏能颁给独立游戏 那动物景一定就能够入围 就算入不了 他也绝对是能和蔚蓝 Undertail 空洞骑士 这些名作并肩 基深历史最棒独立游戏的行列 以上就是我精心挑选 立刻能玩的十大宝藏游戏 当然还有刚刚推出的 纸片马里奥千年之门 它是一个重制版的马里奥RPG 画风很可爱 战斗比较考验反应力 想玩Switch游戏的朋友们 可以试试看 做完这期视频 我很惊讶地发现 十个游戏里面有四个 都是一个人做的 现在这个游戏工业是怎么回事 从独立开发 都要演变成个人开发了 好多游戏的内容量 我根本想象不出来 这是一个人做的 反观现在的工作室作品 动辄几百人 吊针卡顿全是bug 这个趋势还真挺神奇的 玉碧也尝到了小制作的天头 说不准 以后我们能够越来越多地看到 这种宝藏游戏 取代漫天宣发的3A大作呢 最后如果你喜欢这期视频的话 不要忘记留下三连 祝你坠落愉快 拜拜 拜拜